老板你好 你拿到CCTV你要Power On它一下 OK 你会听到Access Point Preparing 接下来就是Access Point Ready Access Point Ready就是CCTV它的Wi-Fi Hotspot 已经built out了 你看啊 这边没有Cable Ring了 给我们的手机连接 所以我们都是通过Wi-Fi来连接罢了 刚刚它有Access Point Ready了 所以我们就拿起我们的手机 去这个Setting 你看啊 By default我们的手机一般上 Connect跟我们家里的Internet Wi-Fi的 你看我的手机是Connect跟LOE的 OK 所以我要Connect跟CCTV的Wi-Fi 你看一下3296 所以我要找每一台CCTV 它的Wi-Fi名字 Start with MV Follow by CCTV的ID 你看3296 看到吗 我按下去我Connect它 Connect了 你看这里显示Connected 但是啊 你不要这么快跳出去 现在的Android 他们大概15秒左右会Prom 会Prom 一个Prom出来给你选择 告诉你 你现在Connect的Wi-Fi是没有提供Internet Data的 你要保存链接吗 就是保持链接吗 你一定要选择要 不同的电话会有不同的Prom 你们需要读一下你的Prom是什么 在我的华为的手机 我们要选择Connect 就是我要保持跟CCTV的Wi-Fi连接 你看一下 这边显示了Connected No Internet Access 这是正常的 因为我CCTV不会自己给你们Data上网 等一下我会教你怎样去做上网 OK 你看一下 现在手机是已经成功连接跟CCTV的Wi-Fi了 然后手机上面 你会看到 一般上它会有一个Wi-Fi 旁边会有一个感叹号的 感叹号意思是没有Internet Data 但是我的手机已经连接跟CCTV的Wi-Fi了 现在我就要打开V380 Pro的APP 你进入这个界面的时候 你refresh它一下 你会看到它跑出来 如果你已经有画面了的你就按下去 看它跑出来我就要加下去 OK LAN Online LAN Online 现在我要做什么呢 第一次看 它一定要我输入CCTV的密码 就是设定密码了 不是输入 你设定你自己的密码 我这边设定简单 GOQ123完了 设定好了过后 你就会看到画面了 当你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呢 你就来这个setting 就来这个setting 对不对 你去这个alarm setting 如果有alarm烧的你关掉它 不然会很吵 会很吵 你看一下我demo给你看 会很吵 会很吵 会关掉它 在这边关掉罢了 你这个alarm可以on alarm烧关掉它罢了 所以它就不会吵了 OK 就不会吵了 detect到movement就不会吵了 这样子罢了 接下来如果你要做internet online 你就来到这边setting 手机还保持跟CCTV Wi-Fi的连接 你就来这边 你看一下network 看到吗 network是connect 跟这个CCTV的MV罢了 所以我就按一下network 你看上面是AP hotspot mode AP hotspot mode 是代表手机跟CCTV 直接连接 就是叫做AP hotspot mode 没有通过internet router 所以我们要把CCTV设定上网 就要Wi-Fi station mode 然后dropdown 现在APP在scan你家里的internet wifi OK 你看我的L1Wi-Fi出来 我就选择 我就按save Wi-Fi connecting 接下来就是Wi-Fi connected 就是代表我的CCTV 现在已经是internet online了 internet online了过后 你就不用每次打开手机 connect cctv mv了 它的mv wifi已经不见了 因为cctv已经连接 跟你家里的internet router了 它已经是上网了 OK 就是这么简单 你听 等它Wi-Fi connected OK 这个就是internet上网了 你看 我们来试看一下 你看一下 虽然我上面也是有一个Wi-Fi icon 但是我现在的Wi-Fi是connect跟家里 就是我们的office的Wi-Fi了 不是cctv的mv了 你看到吗 OK cctv已经是上网了 OK 谢谢你